死人 病人 迷惑的人 健康的人 世上有四种类型的人 死人 病人 迷惑的人 健康的人 皆さんを診断してみたい 第一大类型死人 私は肉体であって 神ではない 命ではない 死人と言います 死人を生かしているのは 命そのもの 因为在万事万物 内在运作着的是生命 昨日も話しました 就像昨天说的 精子と男子が結合して 一つの細胞が分裂を繰り返し 一个受精卵 经过不断的细胞分裂 常食を繰り返しながら 通過新陳代謝 約10ヶ月10日で この肉体という器を仕上がります 通過10ヶ月10日的懷胎 所以就有肉体这样的一个工序誕生 しかし器を仕上がっても 就算这个肉体 它可以被創造出来 神が命を宿すことがなかったならば 但是这个生命 或者神 人没有注入肉身的话 ここに生きた者は一人もいません 那么我们就不会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在这里 命宿すことのできぬその器は 如果说这个生命没有注入肉体内 お母さんのお腹をくぐった瞬間 它从妈妈的肚子里出来了 它就被送到火花场 ならば肉体が生きているのではなく 生きているのは命そのもの 所以说肉体它本身没有活着 活着的那是生命 昨日から私はその命こそが神と説きました 我昨天说了 这份生命我把它叫做神 命に生かされていながら 私は肉体であるという 錯覚で生きている人形 死人 它是因为生命的注在 所以它才活着 但它完全不承认 它就说我就是一个肉体 这样的人就是死人 耶稣也同样说了这样的话 もしここは今日の集まりは 約130名と言います 比如说今天如果是130个人的话 皆さんはいろんなインターネットや 本やまたそのセミナーで 如果说大家通过各种各样的 インターワン 通过书 通过课程 全ての実態は神であり 命であり 真理だと皆さんも 受け入れているかもしれない 如果说你听到了这样的话 那就是一切生命的实相 しかし今日私が一人一人に 是生命 あなたとはと聞くならば 但是如果说我现在 对每个人说 130名の方が 私は肉体だと答えるならば 如果说你们每个人都说 我就是一个肉体 我不是生命 私は死人の中にいるようなもの 那么耶稣就说过 如果说我站在这样的 一群人当中 我就是在一群死人中间 だからイエスキリストが 所以耶稣说 どこに行っても 誰を見ても 无论我去哪里 看谁 我肉体内的錯覚で 生きているゆえに 正因为每些人都 活在我是肉体 这样一分错觉中 この世界は 死人がゴロゴロしているような 墓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ると答えました どうも到处都是 死人的这样一个 死人堆里的 坟墓般的世界呢 私も今 130名一人一人が 我肉体内的錯覚の中にいるならば 私は絶対命ではない 私は肉体であるという 錯覚でそこにいるならば 私は死人の中に 立っているようなもの この世は 死人がゴロゴロしているような 墓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ると 今皆さんは 私は死人なのかを よく判断してみてほしい 你到底是什么样 一种类型的人 你好好地判断一下自己 我肉体内的是死人 我命中は生きるもの 那就是死人 当你认为我是生命的时候 那就是一个健康的人 病人 只是在你烦恼 痛苦 病痛的时候 神よ 仏を 我を助けてください 祈祷を祈祷を祈祷 这样的一个祈祷的人 病人 第三种类型 昨日 今日 昨日 今日 昨日 明日 全ての実態は命であって 命他に生きたものはないんだと 你听了这个真理 你说 一切生命的实相 一切原来实相就是生命 花々から命離れれば 枯れて腐っていきます 比如说生命 如果说离开了这个花耳 这个花耳就会凋零 今 皆さんが見ている私から 命離れれば この肉体は死人 比如说大家所看到的 这个男性的肉身 如果生命离开了这个男性的肉身 这一群肉身就是一个尸体 全ての実態は命だと 所以 一切的实相 原来是生命 命他に生きている者はいないんだと ここで教わったならば 除了生命 并没有任何是真正的活着 如果你在这里听了这样的话 この中では我神なり 我命なり 我神な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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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这里你可能再说 我是生命 我是神 しかしセミナー終わって この会場から一歩出れば 但是离开了课程以后 一步离开这个会场 我肉体なりに戻る人間 你就完全的进入 我是肉体这样一个意识状态 それをぼんやり者と言います 这就是迷糊的人 四番目の健康なものとは 而第四类型健康的人 我神なり 那就是完全的感受到 我是神 我和神是一体的 全ての実体は命なり 命を自覚して生きている者 健康と言います 一切的实相 就是生命 这样完全的觉知者 这样活的一个人 就是健康的人 皆さんはどこも この肉体が病んでなければ 健康と言います 大家以为 这个身体只要不生病 那就是健康的 昨日今日と私は皆さんに 話しました 昨天今天 我对大家说 私は根性 我在这一生 一秒 この身体 どこも病んだことなく 無病と言いました 我已经告诉大家了 我这个肉体 没有生过病 一直是无病状態 私の兄弟も 家族のもの 比如说 我的弟弟 我的妹妹 友達も あなたは健康でいいと言います 他说 哎呀 你看你多好 这么健康 今だかって どこ病んだこともない 健康でいいと言います しかし 私が私の実態は 肉体ではなく 命であることを 迷失なって 生きているならば 如果说 我活着是 完全迷失的生命 就这样作为 我是肉体而活着的话 私が死人であり この病人であり 凡やり者であることを 知ってもらいたい 那么我就是 一个死人 就是一个病人 一个迷糊的人 しかし あなた方が 但是如果你们 今体に どこか不調があっても 如果说 你的身体 哪现在不舒服 我と神と 一体何の境地 に至っているならば 皆さんが 健康であることを 知ってもらいたい 那么 你们就是 一个健康的人 だから 息を吸っていても 死人がいます 所以 即便是 做呼吸的 那也 也许 就是个死人 どこを止めずとも 病人 死人 ぼんやり者がいます 肉体 虽然 没有什么よう 的病痛 但有可能 是一个病人 是一个死人 是一个迷糊的人 我命なり 命を自覚して 生きているもの 皆さんに 要する悟り と言います 我肉体 なりと 錯覚で 生きているもの 迷糊 而一个完全的 活在 我是肉体 的 这样一个 錯覚中 的人 就是迷茫 的人 だから 皆さんも その判断 は簡単なこと 我命なりと 生きているのか 我肉体 なりで 生きているのか 我肉体 なりは 疑惑 という迷糊 我命なりは 神話 として悟りです 当你活在 我生命中 这个状態 那就是 开悟 悟りは 自覚 所以 开悟 是一份 觉知 一份 感受 迷糊 は錯覚 而迷茫 它是一份 錯觉 本来は ただそれだけ であること 本来就是 这样的 一个差別 何も 難しい お経を唱えれば 皆さんは 命の自覚が できるか 日々を正しく生きるとともに 正しい迷走という手段が そこに必要とします 那么一定是 每天 正確的 美麗的 表達 身後意的 同時 通過正確的 冥想手段 達成 瞑想 内観 内観 瘤が 瑜伽 それは 無限の実体に 我を繋ぐという意味 つまり 神と我と 一体なりの境地が 瞑想 内観 瘤がの境地と言います 世界至る所で 私は 瘤が教室も 見てまいりました 様々な 瘤が 瘤が 瘤がを 見てまいりました しかし 真実の 瘤がを 教えておいているもの 真実の 瘤が 私は 私の目に 映ってみたことは ありません 現在 当目前 我所看的瘤が 还没有一个 在讲真正的瘤が 瘤がの境地とは 瘤がの境地とは 瞑想状態とは 内観状態とは 内観状態 はっきり 命を自観して 生きています 我 血や肉 姿 形にあらず 我不是 有血有肉 的躯壳 我 我 人間肉体 個人 個人 肉体 我 命なり はっきり 生きれます 可以完全感受到 我就是 这份 生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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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这个肉体 我不是我们的心灵 我不是我的情感 情绪 理性 我是生命 有个老师说 我们的心灵 理性 也是真正的我们 肉体是神表现的道具 而这个肉体 它是我们表达神的这样一个可见的一个工具 而我们的无感 我们的理性 我们的情感 我们的心灵 它是肉眼看不到的表达神的工具 无形 无双的原因的存在 它为了表达自己 它创造了工具 它来到这些工具的内在来表达自己 所以说我从小学开始追求什么是宇宙 什么是地球的时候 最后我找到了答案 宇宙是什么 地球是什么 我神として 它是完全的作为神就是我 我就是神的这样一个让我们表达爱的大舞台 所以现在的人们 他们完全的在违背神性在做着表达 大家在战争中相互的伤害 相互的憎恨 愤怒 嫉妒 他们在这个大舞台上在表达着什么 所以在地球 宇宙这个大舞台上 这不是让我们表达不和谐的大舞台 是作为和平 作为和谐 是让我们美丽的在这里表达爱 是每一个人在这里美丽的去做表达的一个舞台 所以我们的肉体 它是作为神去表达爱的这样一个工具 所以说肉体存在的目的就是去表达爱的 是一个传导爱的工具 所以说人类 如果没有能够理解而觉醒于此 这个世界就不会有战争真正的消失 我经常说过 我们的思想就是现实的母亲 再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让大家理解 比如说今天的母亲 她为了老公和孩子们 她今天想我要做什么样的饭菜 首先她在她的思想和念头上先想 接下来我们去超市市场 去买材料 然后把我们买的材料 按照我们的思想创造出 我们需要我们想象的这个料理 然后放在了老公和孩子的面前 所以说我们的现象世界 它是我们的肉眼所看不见的 它就是一份创造力 一份思想达成果像的这样一个世界 我们无论是好的思想还是坏的思想 最终都会在这个现象世界成为果像 所以说我们的念头 我们的念头最终可以在这个现象世界成为果像 所以它叫果像世界 呈现的这些现象我们肉眼可以看见 但是到一直它成为果像的这些念头 是因为它的创造力 所以才有这些果像的呈现 但是因为人们看不到这些念头 所以就忽略了这些念头 比如说战争用的这些战争的器具 比如说这些手枪 这些子弹 这些军舰 它是突然之间由天而降下来的吗 那是在我们的每个人的心灵的内在 恨みや怒りや嫉妬という武器が 隐藏着这些憎恨憤怒嫉妒的这些心灵的武器 所发散的这份频率 它成为一份能量的运作 最后让这个现象世界就真正的创造了这些现象世界的去杀人的武器 所以说如果让现象世界的武器消失 如果说反对制造武器 如果说你只是在这个现象世界做什么样的文章和挣扎 那是没有意义的 方法只有一个 一人一人的心 那就是让我们心灵 恨みや怒りや嫉妬という武器 把这些憎恨的憤怒的和嫉妒的这些负面的武器 这些所有的这些罪力的去杀害的 去破坏的 这些武器 几十年前的冥想中 私的意识に素晴らしい国を見せてくれました 当时神让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美丽的国度 例えばその島に百名の人間が生かされているとします 比如说在这个岛上有一百个人在居住着 这一百个人神都赋予他们过了一百年人生 今我々の世界では 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 描写で 有很多人生病死亡 あるいは自分で首を吊って 有很多人上吊死亡 事故や事件で 有很多人卷入了事故事件 或者各种各样的灾难中离开肉身 人们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和方法在离开肉身 だから我々の人生は 60歳 あるいは70歳 80歳 90歳 少し誰よりも長く生きて100歳 とか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人生有的活了60多岁 70多岁 80多岁 有的活了90岁 しかし私に神が見せた島の人間は 但是神所让我看到的这个国度中的所有的人 100名が100歳の人生を与えられているならば 99でも 98でも 100歳以下で 病死で 事件事故で 全面地位で それを人間に生きている それを生きている 全面で人生を与えられている それを身に生きている それを生きている 日本の歌に子どもたちが歌っているように 在这个地球上的大舞台上 我们要作为神在这里表达爱 没有一个人在一百岁之前离开肉身 他们完全在一百年的那个时候 谁也没有任何痛苦地离开了肉身 但我在冥想中看到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岛呢 在这里活了一百年的这些岛上的人们 他们所用的语言 他们绝对只表达爱的语言 他们绝对只表达和平 他们绝对只表达和谐的语言 他们绝对只表达圆满的语言 除此以外他们任何语言都不说 我々が殺すという言葉を使う限り 殺すという文字がある限り 只要我们还在说着杀害 还在说着杀害这样的词汇 我々必须殺し合います 我们最终就会迎来杀害和伤害的行为 战争という文字がある 战争という言葉がある限り 战争を引起起起来します 只要战争这个词汇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战争这个行为就会出现 战争という言葉があり 战争という文字がある限り 我々は战争合わねばなりません 只要有斗争这样一个词汇 我们就会产生斗争 所以神说 我创造了和平 我在小我中的人们创造了战争 我给予了你们健康 现在活在小我中的人们 去创造各种各样的疾病 神が神として あなた方に与えたDNA遺伝は 所以神所给予我们的 这些遗传和DNA 一点の不調のない 那是没有一丝不和谐 一点の曇り汚れもない 那是没有一丝污云 那是一份圆满的意识 だからあなた方が病気病気病気を見つめ 病気を語る限り 皆さん病気を必ず引き寄せます 只是你不断的在说 疾病这样的词汇 你就会吸引疾病 我出生在冲省 成长在南北大森林 我没有学习疾病这个词汇 病気という言葉を使わなかったこと 我也没有使用疾病这个词汇 こう言います 我会这样说 我 見る者全て受けつが 因为我们受我们所看到的影响 我 聞く者全て受けつが 我们受我们所听到的影响 私のいとこにも医者もいるし 看護婦もいます 比如说我的表兄 我的表弟 表妹 就有很多是医生 世界の私の学びの中には 医学者もいれば科学者もいるし 看護婦もいっぱいいます 在我的全世界各个国家的课程当中 有很多的是医生 护士 或者这些人 私の人とこである医者から言われました 包括我的表兄 就成了这样跟我说过 なぜ医者は最後には 自分自身が癌で死ぬんだろうと 为什么这个科的大夫 最后就得了这个科的肿瘤 离开人世了呢 もちろん医者は 病気を癒す立場にあります 他站在一个去治療 这个科疾病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しかし その医者がその病 病気 癌は 这样的一个状态下 所以他每天对着这个疾病 影であり幻であり幻影であることを 理解できるならば 如果说他能够理解 实际上每一个疾病的成见 他都是一个虚幻的 他不是真实的 自分自身にその影響を受けることはないだろう 那么他也许就不会受 这个疾病的影响 しかし医者は 但是一个医生 がんは本物だという錯覚で その治療に当たっています 如果说当你没完没了的认可 这个癌症 这个肿瘤 他就是真实的 毎日がん患者の中で 仕事をしているがいい とうとうがんは本物だという錯覚で 自分が引き寄せて 自分自身が受け入れて 自分ががんになって死ぬこと 所以他每天都在 这样的癌症的患者当中 这样的去治療他们的病 最后他终于的 在他的意识当中 完全认可的是真实的存在 所以他也创造了 这样的一种重点 私が南米で生活しているときは 所以我在南米生活的时候 がんの人間なんて 見たこともない 我没有看过得癌症的人 没有听说过 肩こりという言葉も表現もない 而且没有听说过 还有肩膀酸痛这种疾病 花粉症というのもない 也没有听说过 得花粉症这种疾病 南米では 我々の家 うちの周りは もう全部杉の木だらけ 比如说 在南米的 我的家旁边 都是山木 日本では そこに家を建てるならば みんな も花粉症だらけ そのような状態で 生活をしてきた にもかかわらず 我就是在这样的状態下 生活着 南米の人間は この日本に 仕事の都合で 働きに来て 日本の習慣に慣れて 南米的人 回到了日本 然后在日本开始工作 适应了日本的 文化風俗習慣以后 こういう表れは これは肩こりの始まりだといえば それをしっかりと作り上げて 肩こりを受け入れています こういう始まりは 花粉症の始まりだといって それを受け入れて もう自分が花粉症 然后呢 听说 这个国家 是花粉症 比较流行的 这个国家 最后他自己 也得了花粉症 で 様々なアトピー 私はそういう病気なんて 病なんて 見たことも 聞いたことも 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だから 我この世の 闇を照らす光なりというのは 悪の中にて 悪の影響を受ける 自分 闇の中にて 闇に染まらない 自分 我在遏制中 我不受遏制的 熏染 そういう意味は 这是什么意思呢 周りが こういう始まりは 癌の始まり 他无论带着 什么样的 意识状態 观念 概念 こういう始まりは アトピーの始まり 他说 这个地方 就是要得花粉症的 就是要得 不过敏症的 こういう現象は 花粉症の始まり 这样的一种 现象 就是得花粉症的 前兆 それを受け入れて 自分自身が その状況を 作り上げる人間を 所以说 如果你完全的 接受 这样一个意识状態 然后就让自己 创造出 这样的疾病的话 闇の影響を受けた者 那就是 你是一个 完全被黑暗影响的人 悪に支配された者 你是一个 完全被恶指 所熏染的人 と表現していることを 知らねば 这就是这样的 一个表現方式 どんな条件も 无论 什么样的状態下 全て皆さん 完全意識で持って 跳ね 你都可以 带着圆满的意识状態 不接受 任何对你的影响 それを イエスキリストは このように説きました 耶稣就是这样 比如说 有人在这里 咳嗽了 大丈夫か あなたは 風の始まりかと 你说 哎呦 是不是得流行感冒了 外边这个传染你了吧 鼻を 手に慣らせば 然后呢 有人醒了两次鼻液 花粉症の始まりか 你说 哎呦 现在是春天到了 花肝症开始了吧 你是不是也是 花肝症吗 はい そうですと受け入れる 我が そうですと受け入れる 我が そうですと受け入れる それは それを 摩られた毒を 食したものと言います それを 摩られた毒を 别人给你下什么毒 你就吃什么毒 摩られた毒を 食するなかで 我们不要去吃 别人给我们下的毒 私はそのようなもの 受け入れるゆえに 这因为什么 样的毒 我都不吃 肉体は 毎日 このように ベストで 働くことができます 所以说 我的肉身 每天都是 最佳状態 神が完全で あるがごと 我ら完全なり 神が完全で あるがごと その他たちも 完全でありなさい 神が完全で あるがごと その他たちも 完全でありなさい それが絶対真理 であることを 知ってもらえない 不完全な状況 を作り上げて 苦しみもがいて いながら 我真理なり なんて言えましょうか 真理は 全てに 完全であることを 知らねばなりません 真理它一定 是圆满的 決して 誰からから 言われたこと 誰からから 見せられたこと 簡単に 受け入れる あなたがた になっちゃわなりません 簡単に 認め 完全是這樣 これ 我々が 山梨に 引っ越してきた 当時です 25年か 4年前 我々は三階建ての角の方に 我々は生活していました 当時 我们住在 三層公寓的 最角落的 公寓中 その一つの建物に 十二所体 その十二所体が 二室にありました 12戸人家 一共是有 多少洞 あのウイルス風邪が流行ったとき 当時 我们整個的 小区 流行感冒 どの家庭でも 何一個家庭当中 学校も閉鎖するほど 全家人都 全軍覆没 誰しもが その風 そのウイルスに 苦しみました 6名いる家族は 6名 5名いる家族は 5名 全ての そこに住んでる人間が その風 ウイルスに かかっておりました ただ一件だけ 12所体 12所体 12所体の中で ただ一件だけ 誰一人風邪ひかない 那么 这三棟楼 一共是12戸 12戸 ウイルスを受け入れない 这36戸人家 只有一家人 没有一家人 感冒 那就是 我们家的 这七个人 我的最小的女儿 我的最小的女儿 誰か一人 私でも 他说 その風邪をひいていたならば 学校は今日から休めたのに というぐらい 他说 你看 别人家都得感冒了 都不上学了 哪怕我得感冒 我也不去了 それほど 家族の 正しい言葉 正しい思い 正しい言葉 家族を守るということを 知ってもらいたい 所以说 当你的家庭成员 这样一份 正确的思想 正确的语言 和正确的表达的时候 就会这样的 去让这个家庭 成为这样的一种状态 もちろん 子供たちは学校で 病気という漢字を学んでいるならば 病気という漢字も書かないと テストを受け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当然孩子去学校 他要学习 这个疾病 这个词汇 否则的话 考试 疾病 这个词汇 就国内写 病気という漢字に 病気という 金付けをするかもしれない 也许他要给 这个疾病 这个还要注音 说他发什么音 しかし学校では 病気やその言葉 その文字を学んできても 就算他在学校 学习了疾病 这个词汇 但是只要回到家里边 病気という言葉 語りを語る子は 一人もいない 没有一个孩子 把疾病这样的词汇 口口声声挂在嘴上 だから誰一人 そのような風邪や ウイルスを受け入れた 人間一人もいない 所以说我们家里 没有一个人 会接受这样的 一个流行感冒的 这样一个传染 我々はこのように 我们每一个人 也应该这样 どんな状況の中にも 无论我们在 什么样的一个 社会环境中 我们首先要意识到 我们是圆满的 我们要完全的理解到 我们是一个圆满的存在 イエス・キリストは 不完全の人間でさえも 完全と見ました 所以即便是 耶稣对一个 不圆满的表达的人 他也圆满的在看他 手足に杭打たれて 張り付けられてさえも 即便是 他被定在 十字架上的那一刻 あの槍で自分を 突き刺そうとする人たちも 即便是 定他与十字架上的 这些人们 他也会对他们 不完全な人間 那是一个 在座着不圆满表达的 但是他没有 把他当作一个恶人 神よ 他还是在 内在这样的祈祷 我内在的神啊 他们本来是 跟我作为 同一个生命 同样的一个存在 但是他们 错误了 他们都不知道 他们没有感受到 他们原来作为 爱原来是 同样圆满的 跟我一样一个存在 但是他们感受不到 今こんなの 間違った 行為を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こと を許してほしい 他们现在在 做着这样的 一个错误的 不圆满的行为 我内在的神啊 请你原谅他们 手足に釘打て 打て 張り付けられて 槍で突き刺そうと する者たちも 即便是 被定他与十字架上的 这些人们 他也在这样的 对他们祈祷 憎み 怒ったこと ではありません 他没有发射出 任何的憎恨 和任何的愤怒 神よ この者たちに光よ 神啊 教你更多的 光与爱 注入于他们 心に安らぎよ 让他们感受到 内在的祥和 そのように 祈ることが できたこと 他是这样的 在为人们 在做着祈祷 所以那是我后来 听一些基督教的人们 他不知道这些 是什么意思 来问我的时候 我才感知到的 しかし私は 11歳では 誰から教わることなく そういう言葉 そういう思いを 私は体験しています 但是我在11岁的时候 没有人教我 但是我就有这样的经历 和这样的想法 11歳で 南米のジャングルに 移住した時 那就是当我11岁 移住到南美大森林的时候 学校を探索山や海や川で 当时我逃学 海で川で釣りして遊ぶ 我逃学 来到这个森林中 或者来到河流当中 我特别喜欢钓鱼 あのジャングルに着いた 一週間後 所以当我来到了南美的时候 一周以后 どうしても 川を探して釣りがしたい 我就想找条河 想钓鱼 しかし向こうの台北というのは 但是在大森林当中 皆さんが想像もできません 大家想都想不到 树有多粗 大人が 7名か8名でも 抱えることができる かの台北なんです 比如说一棵树 要粗道呢 要大人 7、8个人才能够抱住 その木を倒せば 振り抜けばトンネルにして 小さな車をここ 乗用車をそこ 通るぐらいの台北なんです 如果说把这棵树 中間砖一个洞的话 那么就可以成为 一个山洞 一个小汽車 都可以跑出来 そのような台北の中で 所以就是在这样的 充满大树的森林当中 太陽で再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ならば 方角は分かります 所以当树重高到 太陽都完全遮住的时候 后来我就完全的 没有方向感了 そのジャングルの中に入り込めば 太陽が読めない 後来我就慢慢的往前走 就走到了森林深处 方角が読めない 我没有方向感 で あの大きな西流塔で 木に傷つけながら 自分の道を進んでいきます 所以说我就一边铺 前面的这些藤条 一边向前走 帰りはまた 自分が傷つけた それを追ってまた帰ってきます 然后呢 去回去的时候 也是看到 掘過藤条的地方 就是自己来的路 然后再往回走 しかし 川探しに夢中になっている私は 但是呢 就只是不断的在找 小河去钓鱼的 这样一个我 木に傷つけることも忘れて 后来忘记了 我折的这些藤条 川を探して 川に到達するどころか 最后 河也找不着了 あの まだ裸で生活している 弓や矢を持って生活している 土神の縄張りに 入り込んでしまった 最后不慎 就落入了当地土著人 浑身赤裸 什么都不穿的 土著人的 这样的一个居住群体 小さいてから 波動の読み取れる私からは 言葉を知らずとも 虽然我听不懂 他们在说什么 もうこの勢いならば 今にも私を殺すという その波動が伝わりました 但是我只要看到 那个士气 我就完全知道 我瞬间就没命了 二三十名の 丸裸裸の路人に囲まれ 瞬眼間三四死人的 浑身赤裸的土著人 就把我围住了 弓矢と矢を突きつけられて 他们拿着长毛 支持我的喉咙 今にも私を殺そうという 勢いです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 马上就要杀我的频率 しかし私は 小学校の時から 永遠の命を 満出しています 因为在小学的时候 我就完全感知到 我是永恒的生命 私の肉体は 破壊されても 即便是我的肉体 被它迫害了 私の命は 永遠であること 但是我的生命 是永恒的 だから今私はここで 肉体が殺されても 私は永遠に 生きているではないのか 所以说当时我就想 即便是我这个肉体死了 但反正我永恒的 活着也没什么 もしあの土著人 が私を殺せば 但是如果说 这个土著人 把我给杀了 その土著人の二三十名は 私を殺したという からも爪を背負います 那么这几十个土著人 就要背負 他们杀害我的 这样一个业力 逆に私は それを愛おしく思い 当时我看到 他们要背負 这样一个业力 我觉得非常地恋愛 もう殺される瞬間にも 私はそれを思っています 所以说即便是 在被杀的那一瞬間 我时刻的都在 为那些土著人 们在着想 私がこの過ちを 犯さなかったならば 如果说 我当时就想 如果说 我不是不慎 闯入人家的 这个地盤中的话 至らない私が 土人の縄張りに 入り込みさえしなかったならば 如果说 不是这样 一步走错路 走错了人家的 这个地段中的话 その土人たちは 私を殺すという罪を 背負わすことは なかったのにと 私は愛おしく思い 那么他就不会 背負要殺我的 这样的一个业力 所以说 是因为我的错误 所以说 才产生了 这样的一个 果相的发生 那是我的问题 神よ この者たちに光よ 所以我内在的神 请你将你的光与爱 注入于他们 心に安らぎよ 让他们感受到 内在的祥和 だから私はここで 私は助かろう なんて言っても 思っておりません 所以说 在那千句余法的时刻 我没有一个念头 在想 我要被救 間違いを犯した 私を罰 罰しようとする 相手 私は愛おしく 逆に思っておりました 我是在想 因为我犯了错误 所以要惩罚我的对方 还有背負这样一个业力 我觉得我实在 对不起他们 他们真的让我 太怜爱了 だから私はそこで はっきり 聖書で 私は聖書を読んだことも 見たこともありません 我虽然没有读过圣经 しかし 聖書で説かれている 意味がはっきり分かりました 但是在圣经所 说的每一句话 我完全的理解 他的意思 愛を要とする者 愛を失い 那就是 当你索取爱的时候 你会失去爱 愛を放つ者 愛を得る 当你索取生命的时候 你会失去生命 当你给予生命的时候 你会真正的获得生命 持有者さらに多く与られ 当你拥有很多的时候 你会选择不断的给予 持有者は持有者さえも奪われ 当你觉得你少 很可怜 你不想给任何人 那么神将这一点也剥夺 在那一刻 如果说 我想的是 我要活下来 我要我的命 如果说 我那个时候 发射的都是这样的念头 我马上就被杀了 但是我时刻的 在为对方着想 在为对方祈祷的 这样的一个我 我想那个时候的 爱的频率 应该是充满了周围 その土地 我私に指一本も触れませんでした 这个土著人们突然 一根毫毛都不碰我一下了 然后几天以后 我终于走出了这片森林 来到了这个学校 我的这些家人 我周围的邻居 当时他问起我的时候 都以为我再也回不来了 那肯定是到了土著人的那里 被杀了 因为到目前为止 没有谁说 进入土著人的社区 还能够出来的 当我第二天上学的时候 我的小朋友们 从头到尾的打量我 同人に殺了 你怎么又活回来了呢 你真的是活动的人吗 还是幽灵吗 所以说在那 不断的盯我 看似我飘着吗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不能成为一个 不断去索取爱 相外伸手要爱的 这样一个乞丐 我们要成为一个 不断的去给予爱 一直去给予下去的 这样一个存在 因为我们的实相就是神 拥有无限的智慧 无限的力 无限的爱 无限的光 因为我们是这样一个 无限的主人 我们为什么把它发掘出来呢 爱してください 请爱我一些 爱して欲しい 再爱我一点 再给我一点爱吧 如果你这样哭着 不断的向外面要爱 比如说有这样的一个故事 那就是一个乞丐 古い木箱の上に坐って 何十年も古事器をしている 这个男的人 他坐在一个破木箱上 已经祈祷了几十年了 只要有人过来 他就拿着帽子说 再给我一点吧 再给我一点吧 有一天有一个男性路过他 他又一次的伸出帽子 这样的去要 私はあなたに与えるもの 何も持っていない 这个男性说 我没有什么可给你的 あなたが座っている それは何なのかと 聞かれたとき 但是我想问问你 你现在坐着的 这个是什么 私はこの古い木箱の上に 座って 何十年も古事器をしています と古事器は答えました 这个乞丐说 这是一个不值一提的 破木箱子 我都在上面 坐了几十年了 その古い木箱の蓋を開けて 中を覗いたことがあるかと 聞かれたとき 这个男性说 你有没有打开过箱子 看看里面装点什么 まだ一度も 中を覗いたことはありません 他说 没有 我还没有打开过 ならば その蓋を開けて 中を覗いてみろ と言われたとき 当这个男性说 那你就打开 看一看了 恐る恐る 蓋を開けて 中を覗いてみたとき 当他跌跌撞撞 战战兢兢的 把这个箱子打开的时候 黄金の宝が ぎっしり詰まっていたと言います 原来是黄颤颤的宝贝 装了满满一箱子 その古事記は 黄金の宝に座っていながら 所以说 这个乞丐 不就是 坐在黄颤颤的宝贝上 私は古事記です くださいくださいと 何十年も祈ってきたか 我什么都没有 我少得可怜 所以给我吧 再多给我一点吧 今の我々がその通り 现在的我们 就是这个样子 無限の全てを 皆さんは 我が家に所有しています 我们内在 就有一个 无限的存在 我神なり 那就是 我神なりがゆえに 这因为我是神 無限の知恵 無限の力 無限的力量 無限的愛 無限の泉方向 我が家にある 無限的智慧的源泉 力量的源泉 就在我的内在 だからこそ 答えは我が家にあり 所以说 要向内在 去找答案 答えを外に求 不要去外面 找答案 答えは我が家にあり 今だかって 一人に渡ったことはない 所以说 不要去外面 找答案 そのように 誰の中にも 在誰的内在 宇宙の個体 全てが 都有 所有宇宙的 全部答案 内在している にもかかわらず 正是因为 有所有的 宇宙的 所有答案 常に人形を 外にください そこに求めます 信頼を例えても 信頼は 我が家にあり 所以真理 就在我的内在 从来都没有 去往外面 それは 私が 何十年前か 那是 几十年前 今日朝も 話した通り 意識は どこにでも 自由自在です 那就是 像今天早上 我说的那样 我的意識 很有自分自在的 道路 我的意識 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 我的思想 在哪里 我就在哪里 その意識状態 で私が一度 ヒマラヤを尋ねました 所以说 有一次 我就带着 这样的一种状態 到来 喜马拉雅山 なぜならば 私はまだ この体を運んで この肉の目で ヒマラヤを 見たこと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我没有带着肉身 这样亲自 去过喜马拉雅山 ただ耳耳には 観音概念では 聞かされておりました 但是我的耳朵 確实听到过 这样的一些 观念概念 人们这样说 私の知り合いが 那就是我的朋友们 何十年も 何十回も 他们几十次的 ヒマラヤの山を 上り下りしたものが 上了喜马拉雅山 悟りたいならば ヒマラヤを行かねばならぬ と言われたと 他说 如果你要想开悟 就去趟喜马拉雅山 ヒマラヤが悟りの地と言うならば 私もそこを意識で 尋ねて行ってみたいと思った瞬間 私の意識は ヒマラヤに立っておりました 私は思い出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が 私は思い出すことができるのが 难道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是一定要住到深山中吗 你与其跑到深山中去寻找真理 你不如回到你的内在 所以只有这样才能到达真理 所以从我的内在当时 就有这样的话语不断的涌出 真理就在我的内在 从来没有去往外面 我要去外面寻找真理 真理就在我们的内在 这是我第一次到达喜马拉雅山的时候 我的内在响起来的声音 我们每一个 我们为什么被称作万物的灵状 是因为我们具有无所不能的能力的这样一个存在 所以我们被称为万物灵状 だから誰彼から限定されてもならない 我们不需要被别人限定 我们更不需要限定自己是无能的无智慧的 如果说自我的限定自己不行 自己无能自己做不到 那么就是最大的自我束缚 无限の能力者でありながら 自分で自分を糸小さき弱者と縛っていることを自爆と書きます 所以说你是一个无限的 一个拥有能力的存在 但是你非要做自我的限定 从无力充满力量 从无知充满智慧 从迷茫 完全到达开悟 一人一人が己を解放してもらいたい 所以希望大家每一个真正的解放自己 全てから解放されることを 解放と言います 从所有的这种观念 概念中解放出来 就是解脱 だからあなた方は 解放者になるか 所以你到底成为一个解脱者呢 自爆者になるか 还是成为一个自我束缚者呢 所以说我们已经到达了 这样一个被分成两个世界的时代了 如果你在认可 我是无力的 我是无知的 我是不行的 我什么也做不来 如果你不断的这样去认可你自己 自爆者で生きるか 那么你就是一个自我束缚者 或者说我绝对没问题 我做得到 常に神のDNA遺伝を受け継いだ 私は完全であると 皆さんは解脱して生きるか 我时刻的继承着神的这份DNA 所以我时刻都是圆满的 我是无所不能的 死人でもなく 病人でもなく ぼんやり者でもなく 所以我们不是死人 不是病人 不是一个弥呼的人 成为我和神是一体的一个解脱者 我和神是一体的一个解脱者 成为我和神是一体的这样一个健康的人 健康とは神を受け入れて生きているものを健康と言います 所以一个健康的人就是完全的认可我就是神 神を見失って 肉体を割りという錯覚で生きているものを死人と言います 而你迷失神性 而完全的落入我是肉体的这样一个错觉中的人 就是迷糊的人 死人であってはなりません 所以不要成为死人病人 本人病人 因不得人 健康なものとなりましょう 成为一个健康的人 根性こそ全ての 縛りから解放され 希望我们在这一生 能够从一切的束縛中 真正的解脱出来 成为一个真正的解脱者 今日も 魂高き 和这些成熟的灵魂们在一起 心美しきあなた方と 和美丽的心灵的你们在一起 共に 一つの命を 能够共同的作为同一生命 この場所で 在香港这个地方 能够共同的分享 前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